2014年7月28日至29日 全国推进林业改革座谈会 在湖北省宜昌市召开 国家林业局局长赵树从出席会议并讲话 赵树从说 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 全面深化林业改革 创新林业体制机制 加快推进林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充分发挥生态林业民生林业的强大功能 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 创造更好的生态条件 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张建龙 在会上通报了上半年林业工作进展情况 和下半年安排意见